我和先生一直都很健康 大宝出生时也没有特殊疾病 没想到 大宝在新生儿塞检时 艰难被确诊有庞贝试症 再进一步检查 原来我们夫妻都是庞贝试症的代言者 医生 我跟先生明明没有症状 到底为什么 会是代言者 通常我们都会有两条成对的染色体 如果只有一条异常 就变成代言者 他们不会发病 也不会有明显症状 外观跟正常人一样 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问题 但是当他们跟同样疾病的代言者结婚生子 宝宝就有25%的几率遗传疾病 不只庞贝试症 台湾常见的还有地中海行贫血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年多糖症 X染色体脆折症等 都是隐性的单基因遗传疾病 所以像这对夫妻的情况 在台湾不断在上演 而且令人担忧的是 我们的基本产检 像是NIPT 羊毛穿刺和超音波 通常很难发现单基因遗传疾病的风险 很多时候都是等到小孩出生后有症状 才意外发现父母是代言者 随着基因医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提供孕之音多疾病代言者筛检 医生只需检测一次 简单抽血 让您提前了解自己的代言状况 以及宝宝可能的遗传疾病风险 避免得知宝宝患病后的措手不及 由于高达80%的病童 没有任何的家族史 因此根据国际医学会的建议 不一定要家族友人罹患遗传疾病 只要您有生育规划或怀孕初期 都可以做代言筛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